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子公司JASM的熊本一场,2月24日举行了开幕典礼,让日本知名吉祥物熊本雄故乡,以及居阳亭这个人口仅4万人的小镇受到全球瞩目。 日本每日新闻给他下了一个可以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标题《令和》的黑船。 令和是2019年即位的日本德人天皇颁布的新年号,黑船则是1853年日本结束所国,从而展开明智维新的改革起点。 对JASM所在的熊本县,乃至于整个日本,台积电的到来犹如历史拐点再现,正驱动着日本侵权国之力,引领半导体产业踏上复兴之路。 这也让JASM这个台积电海外厂能够以超预期进度,在20个月内建成并开始失产。 这座日本厂不但紧追台湾建厂效率,也让动工时间更早,却宣布延后启用的台积电美国厂相形失色。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至此时指出,看到这样的成果,真的是又惊又喜。 他远在台积电创立之前,就看好日本打造晶圆厂的本事,台日人才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他也相信JASM也期待他会在半导体产业,在日本带来新一波复兴。 JASM开幕典礼上,包含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,总裁魏哲嘉,董事曾凡成,资深副总经理齐永佩等,于十位海内外高层,亲临现场见证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,以影片致谢同时,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建,日本半导体战略推进,议员联盟会长甘立明,雄本县之士,浦岛玉夫等重要人士也列席, 展现对JASM的高度重视。 说起日本政府对台积电的鼎力支持,一大关键便是资金,针对JASM一场,政府补助4760亿日元,相当于1000亿元新台币。 而对于生产6奈米制成的JASM二厂计划,日本经济产业省则规划最高7320亿日元,相当于1500亿元新台币的补助案。 出钱也出力,特别是在建设工程上的协助。 JASM是关西国际机场1987年动工以来,日本另一个维持24小时赶工的案子。 半导体设备大厂汉民科技副总经理彭慎祥背后透露,是日本禁止夜间施工的规范,为了台积电日本厂此次例外给予特许。 负负工程的是日本最大的建筑公司陆岛建设。 浦岛育夫回忆施工阶段,大概全日本的吊车都到了JASM工地这里。 他也透露,最初陆岛建设认为,以JASM的规模要10年才能完成,但台积电要两年半盖好。 为此,陆岛建设投入每日6000至7000的巨量人力,成为能加速完工的主因。 为了承载晶圆厂未来营运需求,雄本县政府也投入基础建设开发,包含1.1亿日元的废水处理新厂,以及逾36.8亿日元的交通改善计划,还有相邻JASM的大金植木线等相关道路的拓宽工程,以配合JASM、索尼等厂商的交通物流需求。 共同努力的结果,就是JASM渴望在今年10月至12月进入量产阶段,满足客户需求。 索尼的订单在成长,所以JASM是长期发展概念。 香港巨星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说明,光是索尼在CIS影像感测晶片的订单,就足以成为JASM持续扩产的动能。 另方面,电动车、燃油车都朝向电子化发展,晶片用量年年增加,从成熟制程到先进制程都需要支援。 台积电看上日本强大的汽车产业,也想借由建厂就近供应,抢时车用晶片持续成长的市场大饼。 以索尼为例,骑赛车用CIS拥有全球前二的实力,台积电在布局车用CIS,这也是晶圆代工成长的主要推力。 资测会资深产业分析师郑凯安进一步说明,台积电客户, 日本IDM垂直整合制造商大厂、瑞萨电子、罗姆半导体等,随着汽车电子化整合程度升高,未来对JASM先进制程代工的需求,渴望日益上升。 传统车用IDM客户之外,车厂也开始找上台积电打造晶片,趋势是车厂会跳下来订晶片规格。 郑凯安指出,日本车厂对晶片加倍重视,这也是丰田宣布投资JASM二厂,以及B机电决定前往日本设厂的因素。 以赛亚调研的报告指出,JASM渴望吸引美国、德国、中国的车厂和自驾车晶片厂的关注,这背后自有区域供应链的风险考量。 另一个因素,则是台积电清除,日本半导体材料、设备领域实力依旧厚实,特别是材料领域,不论先进制程、先进封装,要解决晶片效能、功耗、散热等问题,材料扮演的角色都欲显吃重。 日本人做事情很扎实,非常周延。 台湾富士电子材料总经理张文宏指出,匠人的民族性让日本在材料研发上领先全球。 对半导体客户而言,日本的材料可以很放心,因为它配方影响什么都考虑过了。 台积电透过与日本深化合作,能确保在制程工艺上掌握尖端材料。 独特民族性所培育出的日本人才,成为台积电看好日本发展的因素之一。 东亚经济协会理事长黄教章分享,在一次与日本进行的市区会议中,会上邀请刘德因一同参与。 刘德因他认为日本工程师素质蛮高的。 对于日本人才,崇岳集团董事长郭志辉有更深的解析。 他在接手NHK采访时表示,日本与台湾同样有加班文化, 这对于需要24小时不间短运作的晶圆厂而言,意味着维修人员能随时待命。 这对晶圆厂的营运至关重要。 随着JASM正式启用,在台湾跟着台积电一起成长的供应商伙伴,也将取得新的商机。 走在前面的是提供材料,分析的洪康,其去年9月启用的雄本实验室, 是为了满足客户就近服务的需求,从去年第四季已经开始贡献营收。 目前,日本实验室的营收贡献已经达到8%以上。 而随着建厂进入厂务工程,汉唐、帆轩、谢洪科等厂商也将接力协助JASM的建设。 竹生科技总经理特助审卫人观察,台积电晶圆厂多以复制的做法新建, 因此成为标准的供应链厂商都会复制过去JASM。 毕竟,在经济产业省的估算中,从2022年到2032年,JASM渴望带动的经济效益高达6.9兆日元,相当于1.5兆元新台币。 此外还渴望增加于万个新职缺,以及由台积电驱动的高薪资水准,让当地薪资能高于全国平均的5万日元。 正以为JASM带来的巨大改变。JASM股东之一,电装社长林欣之助,也以雄本水之国、火之国的传说诚挚表达祝贺。 他期盼JASM游火一样的热情,并如水一般,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 他以此为这个日本举国上下与台积电共同打造的晶圆厂,正式坐享序曲。 镜头转网相隔9000公里之外的美国,半导体科技强权英特尔,2月也宣布了晶圆代工服,IFS的最新进展。 AI大咖,OpenAI执行长阿特曼亲自站台,台积电重要客户联发科,过去最大敌手联电也赫然在列,不难秀出,为了追赶龙头,火力全开。 从美,日两地两大现场,看东西半导体巨头的晶圆代工站,热闹滚滚开打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